好黑喔 好黑喔 什麼聲音 啊 不知道在什麼 怎麼那個位置出來的 而且很大聲有灰聲 感覺是在前面這裡 是穿牌嗎 是不是又有人 可能是會有人 不知道 去做一場一些聲音 怕說如果是有人的話 住在那邊或許不安全 在這裡啊 有小河 這裡是蠻恐怖的 地板是什麼 巨羹 哇塞 我剛剛聽到那個聲音 應該是蠻像是一個 不知道 有可能是果實掉下來 但是我們就來這邊看看 有沒有 教官的出現 還是SCP 有機器 欸你們有聽到嗎 這邊這個葉子 剛剛動了一下 超奇怪的 這邊有一個小河 有水的 欸 傻眼 有一個 到外 二分之八十 應該是有人 然後看到水流過來 跑掉 我猜的 過去看看 快點 我想吧 我把手電筒弄小一點 快點 久了我們剛剛那個走的 有點毛了 現在我感覺有點毛了 對 我有一個想法 我們先回去把相機收好 我有新計畫 I have a new plan 現在這樣 有點不安全 如果是有人的話 超大聲 超大聲 OKOK我先回去 好 等一下見 為什麼 我現在會回車裡 然後還戴著墨鏡呢 做 新計畫嗎 我會去 校園史達布克11的 地點 樓梯間 廁所 籃球場 操場 自然教室 音樂教室等等 看一下 看不看得到什麼東西 那裡到底有的人 又或者是 那為什麼要戴著墨鏡呢 因為 我聽人家講 一夜晚了之後 戴著墨鏡去恐怖的地方 比較容易看得到東西 待越久 越容易看得到 所以我現在就開始 OK 帶我們去第一個地點看 也就是我們的幼兒園 傳說幼兒園也是一個 非常容易發生的地方 第一個點是 關閉的幼稚園 第二個 可是一身的廁所 也沒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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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 swollen 會不會 韓國 在營 educated 很快 有空 我是 我 有 我背脊還是有點涼 有點麻 我當然就在當場 當場看著那個畫面 真的有點發毛 我二話不說 我就收一收 趕快回來車上 因為真的太恐怖了 不知道到底是什麼東西 八成是人啦 但是 我就是找不到那個人 我就是真的找不到 其實講真的 因為我們想要做的結尾是出一晚 跟大家說 其實有的時候 恐懼只是來自於我們的心理 所以我本來是想要跟你們分享這個點 但是 就遇到了這些狀況 我覺得 一方面是我自己不舒服是還好 一方面是我看到的那個畫面 我真的 好像又有點上來 我就先回來車上 就不好意思 因為也快要早上了 其實大家 不管是在做任何的事情 都是一樣 可以去探究 可以去了解 可以去好奇 我們可以去挖掘 才會更進步嘛 但是 真的 安全第一 我要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蠻抱歉的我沒有 就是真的乖乖在走廊睡一晚 跟我的計畫有點出入 但是這樣子才有趣啊 被做了之後 你才會發現 有很多初步你預料 很多驚奇的事在等著你 這才是人生嘛 這一方面也是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探究很多事情的原因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你自己可以做到什麼地步 你沒有做 你永遠不知道 所以 大家 想到什麼 今天就趕快做吧 如果真的沒時間做 有太多的外在因素 沒關係 就用力的去想 盡力的去想 哪怕真的沒時間做 我們就去想 想到有一天 那一件事一定就會 離你越來越近了 那是很久以後 有一天以後的你自己 一定會去幫你實現它了 好 OK 今天就跟你們分享到這裡啊 這就是我們第一次的鬼屋住一晚 終於達成了 因為整個神經有點緊繃 所以其實 不累 好 OK 如果喜歡YouTube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點個分享 喜歡 謝謝大家我是王狗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